好,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職業心情 然後我們今天是很特別 因為已經講了跟與台灣人開口提交的關於 就這樣子我們已經談了很久說 談這關於建築的問題 因為他們都叫我們來暑假的時候 還好他們可以有禮蔻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是關於 簡單來講在台灣的故事 改造或者都市的如何建造一個都市 這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今天會 因為台灣近年來會遇到很多都市的想像 不是的未來 不管是議題的還是觀景的部分 所以我們想說能夠借用這些 他們在國外念書 然後學有專精的一些研究者 可以來提供一些我們樂語 一些城市的想像以及城市的感造 然後應用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 先熱烈掌聲歡迎王維洲老師 歡迎王維洲老師 謝謝王維洲老師 謝謝王維洲老師 內容本來是一個大概接近六個小時的演講 我不曉得我能夠把握 把他弄出四十分鐘 我沒有把握 但是因為我會講得蠻細的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受不了的時候 就A plus Gip Gip 你就跳過去 原先我的構想是這樣的 原先我跟亨宇老師 我們原先想的方式是總共兩個小時 我們大概有前面的第一段 一個小時的時間 四十分鐘的時間講十九師技 然後有一個二十分鐘的對談的考慮 第二個小時也是一樣四十分鐘講 二次站後的巴黎都市分析 然後也是有二十分鐘 所以可以就以年齡的方式 都會 我都可以 但是如果要真的要能做到很短的 找到各位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 但是我試試看 就是光放半天片可能就死了 就直接一直放一直放 各位大家好 我是北科大臺 這頁學長師 然後 沒有 嘩 沒有 聽到 聽到嗎 有剛才跟我說 如果覺得我聲音太模糊太平成 你跟我說,聽不清楚也要說 最重要,那個幻灯片都看我,幻灯片比我好看 原先大家那個椅子是可以活動的,不是固定的,所以大家可以轉個位置 不要看起來比較緊,然後散開一點,不用做得很冷,其實沒有關係 你能夠看到位置 前面這邊有一個,我想很快的一個過場 希望各位說明一下,巴黎從宗室精神到整個空間的演變 那你看到這一張只是巴黎的 這個現在巴黎是霞曲 就是我們看到這邊,巴黎是巴黎的,巴黎是只有一條的 那台北也不是只有兩條的,很多藏在裡面後來被蓋掉 那其實各位可以看到,這邊都是山區 北邊這邊全部都是山區,南邊這邊也是山區 這邊是山區,這邊是山區 所以整個巴黎的地形,大概就是被這樣子決定 那最主要,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各位可能可以在圖上看到的一件事 從這個地方好像隱隱約約的,這個地方有一個什麼 那個是,那個地方好像感覺上比較平一點 那是巴黎的那個塞納河的舊河道 那塞納河過去,它的舊的河道是 從這個地方轉到,因為改變很多山 所以逼著塞納河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回轉 那後來慢慢,南邊的那個部分慢慢淤積以後 它才做了一個,那個現代的河道 就是才跑到現代的位置 那它有幾個決定性的影響 第一個是,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能知道巴黎有一區叫馬黑區 馬黑,它其實是沼澤區的意思 就是為什麼那個地方叫馬黑,叫沼澤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是,以前塞納河的河道 那另外,有一個地方大概在這裡 這個地方,它是巴黎歌劇院所在的位置 剛好在那個舊的河道上面 所以,各位一定看過那個歌劇媒 歌劇媒有一些鬼故事的傳說 是跟它當時的那個遺跡是有關係 當時,拿破仑三世在蓋巴黎歌劇院的時候 他們解決不了那個地址的問題 就連現在在修都還解決不了 有一段時間,他們在修是一直灌混林土下去 他們想要,因為它發生呈現的現象 它一直灌混林土,可是灌下去混林土就不見了 最主要是,它還有一個地下水流 把那個混林土帶走 所以,我們大概必須要去了解整個 整個巴黎的地底的面貌 才比較容易知道為什麼今天巴黎會是 今天我們所看見的巴黎 這幾個事情也決定了巴黎的未來 從西地島開始 從這個地方在中世紀的時候 因為蠻族入侵 所有當時的高屋人躲到這個地方來 因為它的賽拉河剛好從這個地方分開 它是一個中間的沙洲 所以從賽拉河的中間的西地島 就是西地那個部分 它變成一個天然的護城河 所以中世紀大部分的人 是躲在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慢慢發展出來 也是因為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 巴黎社武院還有一些重要的設施 包含它當時的成色甚至 跟後來的那些王朝 巴黎的各代的那些異代王朝 是大家都在這個附近 從這個地方開始往外 慢慢慢慢擴散出去 這是一個事情 第二個事情是各位這邊看到的圖 它是巴黎的舊的道路 這個是歷史道路 從過去就中世紀到現在 甚至從羅馬帝國時期直到現在 一直都是慢慢慢慢形成了一個街道 最重要的幾條道路 有這條聖德里道路 跟聖傑克 這兩條大概是巴黎最重要的南北的軸線 另外還有一條 它是從這邊過來轉過去 為什麼 因為這邊有山 各位如果看到的題目 你們記得 另外是沿著河邊 直到浮王 然後甚至到塞拉德出海口的部分 那這個是巴黎最早最早最早的一個 外牆 一個城牆 是菲利普阿布斯都 他蓋的一個城牆 整個巴黎從中世紀開始 往外擴張之後 比到的城牆 是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樣的形成 從這個結構 開始慢慢往外發展 到了155巴黎 我們看到這張舊地圖是155巴黎 15530 十六世紀中的巴黎的地圖 其實當時候的舊的城牆 大概都還在 看到這個舊的城牆的系統 中間是西提島 這邊是巴斯提 這邊是 往外 這邊等一下 這個時候還沒有 未來各位可以看到羅浮宮 那最早的城市 就是從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菲普阿布斯都蓋的城牆 從西提島 慢慢慢慢往外擴張出去 然後我們到了 看不太清楚 其實左下角有一個年代 這是17世紀中 你們可以看到它的 其實這個時間的城牆很緩慢 大部分他們在做 舊的城牆的防禦系統 的加強 跟新的 這個時候波浩王早已經自來 就是 在 17世紀中 已經是路易十三 當國王的時候 然後路易十四 再路易十三 沒多久之後 就開始 大概 164 幾年 那個時候 路易十四 就開始登基 因為 那 所以 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的 巴黎的城市 開始往外擴張 這是第一個城牆 這裏已經開始建造的 第二個城牆 未來 羅浮宮 開始出現 其實那個時候 已經是羅浮宮 然後在 這個也差不多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 很清楚的一個 在外圍的一個防禦的設施 一個 軍事用的城牆 南部 其實比較 發展的比較少 但是北部發展 就是所謂的 河右岸 發展的比較快 柯左岸 它的發展 相對來講 比較慢 中間是西堤島 後面是聖路易島 在整個巴黎市中心的部分 這邊已經開始形成 然後在18世紀 整個路易十五的時候 我們看到 它的整個城市 開始往外 往外 要擴展 這邊羅浮宮 這邊 已經在 各位看到 這個地圖轉移的方向 已經開始形成 然後在18世紀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在杜勒的花園外面 這個地方 當時的建築師 做了邪惡廣場 然後開始慢慢 到後期 慢慢 伊東 拉出來 今天的湘洩大道 整個巴黎的整個發展 在這個時期 慢慢慢慢 都向西邊來發展 各位可以看到 幾乎都沒有往東 東邊一直維持一個 非常 平民的 而且是農業的狀態 然後到了 這個是18世紀中的地圖 當時這個很有名的 巴黎式地圖 當時我把所有巴黎的建築 立面築都畫出來 畫成一個 叫透視 所以我們 一般來講 對於巴黎的研究 最重要大概就是這個 這個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當時整個巴黎的面貌 那 這邊你們看到 這邊是兩條橋 這個是從南邊過來 往北 是 那個 聖德里橋 它會 對不起 聖傑克 聖傑克道路 聖傑克路 那 當時後 你可以看到那個 橋上面是住人 中世紀的 所有的橋樑上面都是住人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包含在哪裡 去佛羅倫斯 你可以看到那個老橋 那個 他上面也是 到現在都還住人 那只是後來 因為 有很多考慮 因為那個 安全 安全的護育 因為當時候的這些 這些建築 潮上的建築 都是木造 所以他其實非常容易著火 那為了 為了一些 使用上面的安全 慢慢慢慢 巴黎的 木造建築 開始慢慢緊繞 尤其在公共性很長 這個部分 那你們看到 千端的這根三角形 這個是 當時候路易十三 他在巴黎做的一個開發 那這一條就是新潮 新潮其實沒有很新 新潮當然是 在當時候比較舊的橋 因為 那是巴黎的第一座石頭橋 好 那到了 大革命的前夕 我們看到 其實如果 沒有辦法 有時間慢慢去做不對 但是可以 各位可以觀察到的是 這邊 這邊 開始 做了一個新的 就是那個 商兵院 龍總 然後 這邊是居士學校 這邊是 後來在這個地方 蓋了一個 巴黎鐵塔 所以 整個城市 開始往西邊移動 在這個時間 上些大島已經拉出來 然後 協和廣場已經拉出來 杜樂里花園 那時候還在 羅浮宮已經成熟 所以 從中世紀 一直到18世紀 這段時間 很重要的 從17到18世紀 是整個巴黎 往西邊的 軸線的一個層次 那個是最重要的時間 那到後來 會一直拉出去 一直拉到 到西北邊的一個新鎮 可能各位 或許有聽過叫做 Defense 的一個新鎮 他是一直 從這個地方拉出去 那 一直到大革命前 那 整個 奧斯曼的 在巴黎 進行 整個 大計畫的背景 大概就是我們 剛剛看到 整個都市的 整個城市的發展面貌 那各位看到 剛剛這張 這個街道 是標準的 巴黎 大概是 從 中世紀到 至少到 19世紀之前 維持的 巴黎的 小的 一個上道的 樣貌 那 你們可以看到 建築物其實是歪歪形形的 那不是故意蓋歪的 應該說 那是故意蓋歪的 那不是後來綁掉的 那個 越往 接到下面 的部分 越往 人形接到的部分 會越窄 越往上面越快 最重要是因為建築物承重的關係 因為它是木頭的結構 那 上面的 那個樓底板的承軸 承軸 下面越來越重 因為所有的 每一米層的樓底板 都架到下面來 所以它的牆壁就越來越厚 這是原因之一 另外一個原因之一 是因為 光線的需求 光線 所有的 你們看到 中世紀的街道 他們最缺乏 尤其是 這個比較初期的 比較 傻傻的下道 它最需要的是光線 所以 巴黎 它到後來 就形成了 有一些法規 一些法規 是從 那個街道的寬度 跟建築物的高度 有一個 跟我們今天建築法規 有一點點相似 可是它 不是 我們今天的建築法規 是化銷線的方式 巴黎 並不是 巴黎 它是規定一個總高度 那你不可以超過那個高度 好 這個是在 奧 奧 奧奧 奧奧奧劇院 後面 十八世紀 十一十八世紀的建築物 可以看到 後來在奧斯曼底下 它怎麼樣去尋找一個 跟當時候比較舊的建築物中間的關係 那這邊很細節喔 我們到時候慢慢再講 那這個 在 十一十八世紀的時候 它的整個開發 基本上 他們是先做一個 先在都市裡面畫第一個幾個型 各位看到 這是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是奧奧奧劇院的背面 這是劇院的前面的廣場 它是一個半圓型廣場 它是用圓圈先畫個半圓出來 然後把建築物地面的高度拉出來 之後後面再去設置房子 我們今天的建築物設計 跟各位 如果是建築物系的 在學校學的那個 建築物設計的操作方式 是完全不一樣 它是先有都市的形貌 然後再去做建築 我們等一下還有一些案例 那這個凡登廣場也是 那個中間是 是圖拉真柱 凡登廣場它是一個 算是一個八角形 它是一個 基本上是一個正方形的廣場 但是它的斜角的部分切掉 所以它是一個八角形的廣場 那當初的做法也是 先做一個廣場 先解決它的立面 立面做完以後 再去解決後面的建築物的問題 那這個也是 這是路易十三做的 在新潮跟溪梯島交叉處 我們看到那個馬屁股 上面做的就是路易十三 所以當在十七、十八世紀之前 其實這個是屬於八角時期的故事計畫 他們非常擅長是做對稱的形式 幾何的廣場 或者是 其實你看到這兩棟建築物 一不完全對稱 再長了一下 在當時 我們在羅馬城的 人民廣場 上面看到 它有一個成對的教堂 它最晚也是類似的 就是他們希望找到一個故事空間的軸線 然後有一個相似的形貌 建築物是一個完全對稱 或是一個近似對稱的做法 這是路易十三他開發出來的案子 另外一個路易十三他做的開發就是 活日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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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完全正方形的 我們看一下 它是一個完全正方形的空間 中間它是一個小的花椰 當時當然這個所有的空間 這邊是留給皇家的人用的 這邊你們看到的是國王處的地方 另外對面是皇后處的地方 所有建築物的一面跟它的高度 你們看到這邊高路線上面都是做管制 然後重要的在軸線上面建築是特別拉高 所有的空間底下有棋樓、拱廊等等 它的立面材料跟開窗的方式都是非常規則 而且是有一個嚴格的規範 這些做法都是一樣 空間先挖出來,廣場或是花園先挖出來 之後先做立面管制,高度先決定出來 材料決定出來,再解決後面的建築問題 這是底下的棋樓 棋樓是假的 你看到那天花感覺上好像是石頭跟磚頭做的 那是假的,那是用灰上面再畫棋 再上石膏 在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馬黑的沼澤區 後來變成是貴族他們住的地方 當時陸一十三在佛日廣場裡面做了一個廣場 給國王跟皇后住的一個皇家住的地方 所有的貴族就在他附近形成一個貴族的聚落 那這個是這裡面的貴族聚落他們所形成的 這個法國叫我們在有點像我們的豪宅 或是宅邸那種大型建築 基本上平面上看起來跟我們的合約建築有點像 你有一個大門 這個如果在中國叫豬門 已經漆黃色的 那個官家叫豬門 豬門後面一定是酒肉臭的 那你進去以後有一個可以回馬車停馬車的地方 有一個中間的廣場 那背後的有一個通常是一個摩字型的建築 這個是十七世紀以後 十六、十七世紀以後開始形成的一個貴族聚落 這邊你看到的是新廠 那這是收府前 現在很乾淨 髒東西都吃掉了 好的 那整個巴黎的發展 你可以看到整個都市的街道 跟它的地形的關係 這邊一圈圈的是等高線 其實巴黎不像二位所想像那麼平緩 雖然它我們從之前的那個 地章的地形圖上面可以看到 它中間的那個地形跟它的街道上面的關係 靠近塞納河的部分好像比較平緩 可是事實上也不是那麼的平安 那這邊是剛跟各位講過 聖德里接到聖傑克 這條聖傑克 這條聖傑克 這是聖東諾瑞 然後這邊是巴斯蒂 然後這邊是 Voushier Voushier 好像在這邊上來 然後在這邊轉 然後在這邊轉 之類的 那中間是塞納 那從一個中古世紀的結構 慢慢發展成 到了18世紀末 甚至到19世紀 世紀中 霍斯曼的事情 那這邊你們可以看到 菲利普奧普斯都在左岸 和左岸 它的舊的城牆跟街道中間的關係 為什麼 為什麼各位會看到這個東西 因為在座的城牆外面 通常裡面跟外面都有一條街道 它是用來服務 就是軍隊的巡邏 或者是那個防衛 防禦上面它必須要有街道 雙面都有 裡面外面也有 那到了 各位知道大革命以後 大革命的前六十年 其實非常非常的混亂 因為人民議會拿到了權力 然後碰到1980年左右 又有復辟 那個中間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人民議會 共和跟皇室復必的拉扯戰 所以 剛剛有人提到 那個 背產世界 大概就是在這個背景上 產生比較後期 然後中間又加入了工業革命 各位看到的那個 背產世界或是小英的故事 都是在工業革命之後 那個法國 那時候追的很辛苦 因為追英國 英國是遠遠的朝鮮 法國在那邊 苦苦追趕 又碰到在國內的政治 其實不是非常穩定 英國因為它的 光榮革命之後沒有流血 所以它的整個社會的過度比較平順 不像法國在整個社會上 政治上面有非常激烈的衝突 好幾次非常多次的流血衝突 那一直到了1848年的時候 路易拿破仁非常為總統 然後但是1851年 路易拿破仁他復辟他自立為皇帝 他從此法國進入了第二國世紀 他自立為皇帝之後 他當然有一個絕對的權利 那當然他有他對於首都的想像 那他在當總統的時候 其實他曾經路易拿破仁 就是拿破仁30 他曾經法官過 就是他學識過波爾多 那歐斯曼 各位看到這個照片裡面 這位重要的英文人物 他是當時在波爾多當省長 他是一個非常幹練的人 所以他的整個 他的才華其實非常受到 當時路易拿破仁總統的賞識 所以當他進入第二帝國以後 他就把他抓到巴黎 然後任命他為塞納神的省長 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進行巴黎的大改造 因為各位如果從剛剛的整個巴黎的空間的影片來看 雖然很快 巴黎當時候 因為中世紀的整個城市 他的城牆是好幾層在那邊出去 城市的發展 因為不同的聚落之間的發展的關係 他到了19世紀中 他形成整個城市發展上面 一個非常尷尬的一個大問題 就是其實有很多的 當時有很多的巴黎人 他們一輩子沒有離開過他的圈圈 比如說他不時可以到的地方 他沒有離開過 他一輩子就連工作出生就在那個地方 他也不管別人怎麼樣 其實對他來講並不重要 他可以在他生活的地方找到工作 找到然後繼續生活下去 他所有的食物都可以 都可以藉由當時候的物流的網路 進來他的家裡 所以他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對於一個工業時代 工業革命以後的巴黎市 卻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知道最重要的是生產 在工業革命以後 最重要的是生產 所以原料怎麼進來 原物料的進入 跟成品的輸出 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原物料進入到 如何輸入到 而且非常有效率的 輸入到城市或工廠 然後製成品 那些不管是半成品或製成品 怎麼樣輸出 而且透過當時候的交通網絡 怎麼樣輸出到法國的整個國境 或者甚至是出航 就是出口 變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那在過去中世紀以後 所發展出來的巴黎都市 並不能滿足這個事情 所以他一方面 他的交通是大節的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那些 非常小的街道 就是連馬車通行都有困難 所以對於那個 Osmart來講 他的最重要的任務 其實就是必須要打通巴黎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用我們的口名叫 人都二邁 那這些邁如果沒打通 巴黎就是變成是一個 小小的小社區 聚集的小社區 那沒有一個穿透的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中世紀 就是那幾道穿透 所以你可以想像的是 我如果要經過巴黎 我必須要進到市中心 然後再轉著 到別的地方去 或者是你要穿越巴黎 其實就會變成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那這個是拿破崙三世跟羅斯曼的想像 另外他還有一個重要的工作 就是中世紀的街道 其實是依照羅馬帝國當時候 所留下來的街道傳統來做 羅馬帝國人的街道設計 是中間比較低 兩邊比較高 中間為什麼比較低 當然開水 所以所有的 比如說當時候的 出湖、魚、糞水、尿水 全部都到路上 你可以想像的是 如果你穿著你的靴子 走在路上 出去一天回來 整個腳大概是踩什麼回來 大概 你們都混在一起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包含在當時候 雖然中世紀有時候有S病流血 可是在這個時候 還會爆發傳染性疾病 可是慢慢慢慢形成一個 比較困難的一個 在都市裡面通行的問題 衛生的問題 氣味的問題 自由供水的問題 所以奧斯曼跟拿破仁三世 他準備要進行的 是一個巴黎的大改造 而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 這個現代化包含很多事情 看一下幾張照片 這邊是奧斯曼 把他的計畫成為 拿破仁三世跟他的皇后 我每次看我這張圖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好奇 拿破仁三世眼睛不知道在看哪裏 有點像這個 那個炭治的菜 就是看著一個圓框 好像很有閉水 沒有閃像 不曉得 但是 旁邊所有的官員都會看著他 然後他 不知道飄到哪個地方去 通常這個在課堂上會給老師 可以等 你知道 到底在想哪裏嗎 那 有很多諷刺的漫畫 當時候 這張詞就是 他拿著敲 敲跟槍 準備 各位看到 左下角有個爛掉的房子 被他敲掉 他的左手裡面拿一把鑰匙 後面就是巴黎士的金庫 你知道那個水踏 水踏就是 動物界工程師 爬到房子上 後面有個墳 他那個 那個代表就是 做這些工程 死掉的那些人 然後 這個 這個 躺在那邊的女人 就是巴黎 巴黎的象徵 那一堆人從上面爬過去 你看到那一堆人 拿著 他的工群 鏟子 囊頭 人敲 想要 在上面動 他表情很像死魚 你看 83110 那個 阿浦 這個是 那個 那個 是 歐斯曼 曼瓦斯 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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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的一個故名 叫 歐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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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巴黎的舊名 那個 現在很重要的事情是資本主義的建立 後面是巴黎的鵲商工會 其實做了那個補標 那個是鵲商工會 鵲商工會上面採了一堆惡魔 專門撕寫惡魔 然後你看到那個人都採在那裡 應該都採在那裡 都採在那裡 當然是對當時候那個資本主義的諷刺 那這些老百姓 可能老百姓他們就知道 他們是被迫搬遷 因為奧斯曼他開的道路 他拆的房子 就準備要讓他們這些人搬遷 上面是漫畫 這張是大概比較接近 當時候真實面貌的時期 其實當時候搬遷的人非常多 這個絕對不是小小的維林苑輝 或者是那個大埔的歸宏裏 這個是整個 整個巴黎市大概有三分之一市 在供應 然後奧斯曼在當時候做了一個 這個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巴黎 你們看到那個巴黎跟我們比較熟悉的城市 比如說台灣城市很不一樣的地方 是他的建築屋幾乎都沒有 都是在同一個高度 那這個高度的限制 其實是從中世紀以來的一個約定的盥襲 他們所形成的一種制度 然後後來當然是法定規定 所以所有的建築屋 比如說你面臨所有的街道 你的建築屋最高的高度 可以超過二十二公尺 然後往上再畫一個屋形 是為了採畫 這是 所以我們看到的巴黎幾乎都是在 你的高度底下 那個巴黎裡面有一個字 叫布拉鋒 就是天花板 所以他設定一個天花板的高度 你所有的建築都不能超過 你看到這些黑色的線條 基本上大概都是歐斯曼看出來的 對不起 根本是在中世紀的時候 就我的道路 然後下一張是 這邊是歐斯曼初步的計畫 你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黑色的線條 都是歐斯曼當時候計畫出來的道路 從這邊 下一張會更精彩 你們看到的是 這邊是當時候的成長 在歐斯曼時期 巴黎市的範圍 原先的巴黎市範圍在這裡 那一到1860年 巴黎市的範圍破張到 我們今天看 今天的巴黎市的面貌 到這個範圍 那所以 所有的那個礁區 當時候所有的礁區 看到外面 這邊所有的礁區 都是在 19世紀中 以後 大部分是在19世紀中以後 納入到 巴黎市的範圍裡面 在前面的那個部分 19世紀中以前 大部分在我們現在看到的 中間的核心的部分 好 那這個我們大概也翻一下 有一張比較精彩的 這張 從1854年到1889年 所有的巴黎市開帖的道路 就有看到這張圖 所有黃色的部分 都是在歐斯曼 從1853年到1872年 應該71年 他所規劃的道路 然後一直到1889年的時候 就到美好年代的時候 他所完成的 那個道路開閉的工程 那 這個中間 那個實際數字 我不記得 反正有人很無聊 他就想統計 那個路的長度是多少 那個 各位再去 Google一定Google的到 尤其是美國人很喜歡 算數 幾公里長 那另外他同時有個計畫 就是我們看到這張圖 在巴黎市裡面 最缺乏的就是公園 那這個是當時候的巴黎的公園 跟散布道的計畫 那 雖然 雖然 當時候 並沒有非常 就是 他還 他並不是一個共的時期 他是 一個地質的時期 那 但是 歐斯曼 南部的三世他非常重視人民的休閒活動 而且他非常重視都市的美化 所以 大部分的 除了 街道開啤以外 同時 他有一個碰行的 另外一個平行系統的設計 就是 我們看到的所有都市的公園 那當然有一些 像 中間的這個 是 羅森寶花園 應該是當時候 就比較早期的 那個 黃家花園 杜樂里花園也是 這幾個 我們看到 在 前面那個 戰神的廣場 或者是 那個 農民總醫院前面那個廣場 這邊大概都是 那 東邊跟西邊的森林 是本來就已經留下來的 本來是 黃帝打獵 比較近招打獵用的 森林 比較遠的 但是 那個 巴獵附近有很多地方 大位移 就是 當時候 法國 黃帝的大位移 跑到那邊 去打獵 那 所有其他的 我們看到這些 幾乎都是 在歐斯曼的時候 規劃出來的 從小到大的一個 規模不等的公園 好 這個是 佛神堡花園 我們看到 這個是 現在的 上映院 這邊是 其實是 瑪麗麥奇 就是 他是誰的 雙琪 荷麗四世的時候 荷麗四世的 皇后 因為荷麗四世 後來被 暗殺 那 他當時候就 買下這個地方 然後 蓋了一個王宮 那這邊有個故事 以前 這個地方是墓地 忘了 所以那邊 鬧鬼 然後 剛好 在這個地方 所有建築都 都沒有建築在 就好像在這個附近 有一個 有一個 修道院在 所以他們後來 請那個修道院的 那些修室趕鬼 那 整個 清乾淨了以後 他們才開始做花園 一樣有香魔的飲食 那這個是 這個是其中一個計畫 然後 這是當然 你們看到這幾個 那種放射狀的 那種新芒狀的 這些道路 也都是在奧斯曼的時候 規劃出來的 那包含 你現在看到很清楚的這些 這個是以前巴黎的舊城牆改建的 這個是 這一條是運河改建 這個下面是巴斯迪 那這一條是奧斯曼所 運河加蓋 對不起 是運河加蓋 這一條是奧斯曼開出來的 這一條 奧斯曼開出來的 奧斯曼開出來 所以奧斯曼其實 你們可以 各位可以觀察到一件事情 奧斯曼當時候 它有一個很簡單的做法 非常非常有效 就是它希望打通巴拉 所以它除了原先 已經有的城牆 拆除以後 所連接起來的道路 我們所稱的 我們叫布勒巴 英文叫布勒巴 那個其實就是城牆拆除以後的那些道路 那個道路叫布勒巴 台北的布勒巴就是 就是中華路 中教西路那一段 中山南路那一段 跟愛國西路那一段 這個是台北市的布勒巴 所以城牆拆除以後 蓋的道路都叫布勒巴 那它除了那幾條城牆的 連接起來的道路之外 它也打開了 像這邊設了一個廣場 這邊是十二區的區公所 然後去政府 然後從這邊 前面這邊連過去 在前面這個地方 再往下 是連接到 連接到共和廣場 然後這邊是十二區的區廣場 前面的廣場 然後再連接過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一種模式 它模式很簡單 就是從 A點到B點到C點到D點 它想辦法連接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重要的轉運 一個轉接點 然後那個節點 它是用來做交通上面的一個枢紐 所以它從A 從外面進城以後 它先有一個原型的廣場 不管是在西邊 那個凱旋門的廣場 或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國家廣場 它都是有一個放射狀的道路出去 那放射狀的道路 最主要有兩個事情 一個是為了要連接都市裡面 不同方向的道路 的位置 有另外一個事情 是為了整個空間形體完美 它有兩個目的 所以這個 我們看到 湘西大道在前面 這個後面是大拼路 空 空 那中間這邊 那個時候 凱旋門已經蓋出來了 它十二刀包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 英偉奧的 黨徽 然後我們 後面沒有 後來他們就形成我們所謂的 奧斯曼市的建築 這個就是奧斯曼市的建築之一 這一個 大概這個稍微再標準一點 那因為它 要從一個空間 接到另外一個空間 所以它有不同方向的道路出去 它有點像跳棋的棋牌 它不像西洋棋的棋牌 它也不像像像棋的棋牌 它比較像是跳棋的棋牌 所以它轉不同方向出去 所以它在一個廣場 在一個節點上面 它通常都形成一個 有點像心芒狀 或是鵝掌狀的街道 那這種心芒狀 或是鵝掌狀的街道 它的建築物 它的那個結構就會長得很奇怪 就像我們看到這一棟 有一個三角形的平面 接到那個建築物邊邊的 那通常這種基地呢 在台灣叫做基古町 那個建築師都知道要怎麼蓋 但是它有一個方法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好,這是奧斯曼的建築 那後面它有一些重要的街道上面 都會做基災 我們等一下會稍微提到 然後建築物的控管 我們等一下也會想到 好,你從任何一條 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當然等一下有更標準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建築物的 這一條線是清楚 這一條線是清楚 它最主要作為兩個 接到尺度上面的管制 就是我們看到下面那一條 是作為它的底層 上面那一條是作為它的上層 所以它其實基本上 還是一個五點三段式的切法 頭、身、腳都很清楚 但是它規定那些建築物 它在那幾個高度上面 一定要做陽台 而且最好有連續的陽台 那為什麼? 為了它街道上面 有非常清楚的 視覺上面的消點 而且在這個上面 有非常 就是它的下面這邊 可以看到這個圖上面 下面這邊剛好是一個人的余光 可以涵蓋的區域 上面那個是為了 抬頭了以後的視覺的消點 不同的做法 那這個是當然是管制比較嚴格 因為這是羅浮宮 那羅浮宮 當然從凱薩里麥迪西 那個時候開始做 一直到現在 它大概經歷了四百年的 不同的建築師來做的 那你們現在看不出來 羅浮宮到底哪一個時期做 是因為它 每一個建築師的工藝都太好了 它都嘗試的 要把過去的建築師做的東西 連接成 所以它的設計並不像 我們今天的建築設計教學 有一個很討厭的事情 就是每個都是 我要什麼 那講得比較粗皮的 就是你白要做這個 所以我今天有很多想像 我有我的概念 一定要我 然後最好我再簽名 簽名簽個王維洲 簽個黃維女 沈青凱 那這個 要簽名 可是當時候 所有的建築師 他想辦法是 怎麼樣朝向一個更遠的 的計畫 一個 大羅浮宮 從它原先的小的建築物 慢慢長出來的時候 怎麼樣讓它變得更完整 這個是每一個 不同的時代 建築物的 建築師的任務 所以在羅浮宮跟杜勒里花園旁 你們都看到這一條 Kibori 街道 各位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整齊 這邊是 這邊是示範街道 這個是真的示範街道 它的 上面很整齊 下面非常整齊 整齊到 一直灌到後面去 一直灌到巴斯基階去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 這個時候它反映出來 一方面是都市的空間管制 一方面是速度的要求 就是你在那個磁線上面 然後是穿透的 而且可以到達非常遠的研發 這個其實是跟工業革命的 那個時代 對於那個效率的掌求 對於它的未來的 對於那個vision 這個事情 是 是混合在一起 這個是從那個 摩天龍上面看到的 可以看到那些豬 它怎麼樣去管制它 不是看日豬 我的字路 我的字路很漂亮 那不是重點 另外一條示範道路是科劇院大 科劇院大 是另外一條示範道路 它在示範道路上面 它規定 除了規定陽台的高度以外 我們剛剛講的那兩台 陽台高度以外 在示範道路上 尤其剛剛那條 Kiboli 是法理科劇院這樣 它甚至規定 某的石頭 必須要從某一個特定的實況裡面 才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顏色 那個顏色開始嚼 那個顏色才會整齊 要不然會 有些偏白 有些偏黃 有些偏什麼 其他顏色 所以它的 要求是很嚴格的 當然這個只有 僅限於示範道路 這個是那個 柔民總醫院對面 這邊上面是 就是拿破崙 以上 它 它是全面 包含它的一些 小的改造 這個是西底島 西底島原先這邊 是聖路易的王公 這邊是路易十四 開發出來的地產 這邊是 巴黎聖武院 這邊是 阿斯梅哈達 阿斯梅哈達 就是阿斯梅哈達 中文怪人裡面的 金塞尼郎 把他住的地方 然後那個邪惡的 在這裡 阿斯梅哈達在這裡 那個 金塞尼郎在這裡 他做了一個改造 他把這個地方做成法院 把這個地方拆掉 做成醫院 把這個地方拆掉 做成警察總署 所以他把所有的 政治權力 放到 放到他的那個 心底島正中心來 然後改變了 當時候的 那個 這個也可以寫一篇 空間有權 另外還有一些是 房地產的開發 這個是其中一塊 這個是在北邊 我曾經住過這個附近 我住在 我住在 朋友家 好像在這附近 那個地鐵叫 馬克斯多摩 這邊其實是 開發商買一塊 然後 他在做街道的切割 然後做 做那個 土地的切割 然後再做開發 所以各位會發現 在這個時期的建築物 他的 那個 類型都非常接近 各位仔細看這邊的 的 建築物 他幾乎都同一個類型 然後 他的深度不一樣 這邊是 比較深的 就做兩個中庭 比較淺的 只做一個 但是他樓梯的位置 他的 那個天井的位置 幾乎都是你們的目標 那所以就產生 我們現在看到的街坡 那這個街坡 他 跟我們剛剛所看到的裡面 他們 後來就稱作他叫 奧斯曼市的建築 那當然中間還有一些公共設施 像監獄 這個監獄 那個 很可惜的就已經開始拆了 明年又會拆光 世久世界街坡 我老是住旁邊 就這段 很漂亮 其實蠻漂亮的 蠻可惜的 法國也不是向各位想像 什麼都保證 那學校 學校 因為當時候進行了一個初步的 的教育改革 所以 學校 監獄 是公共設施 還有包含各區的區政府 等等 這個是學校 等等 那 都在他的 在同步計畫底下 他必須要講到的是這個棚面 這個棚面很有意思 各位看到那個樓下是什麼 樓上的 當時候巴黎最有錢的是住這一層 這個第一名 這個第二名 這個開店的第三名 窮的第四名 他最可憐的地位 樓上 那個都會漏 那 他是怎麼做 他其實 不是像 美國那種分區 就是有平民區 有那個富人區 也不是像 有信義豪宅區 跟那個 哪裡 美國 船率比較差 不然講 我講說他得罪人 類似這樣的區 那 他並不是這種分區 他是在同一棟建築裡面 他有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 樓下是開店 而且 最有錢的 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名在樓上 所以各位有看到沒有 他樓上那邊會有陽台 他很漂亮 這裡面重點在哪裡你知道嗎 重點在這裡 看到那個水晶燈沒有 為什麼水晶燈要掛那邊 樓下走路的時候 可以看到人家的水晶燈 這是一種炫富的方式 所以他的天花板 水晶燈很漂亮 而且很重要 因為我可以讓你看到我家很有錢 那三樓就比較遠都看不到 對不對 看到窗戶 所以那些太太 有先生太太 必須要從窗口 我跟他探探看 看看頭 然後穿出跟他的衣服 那第四 那個 第四名的那個 那個就是比較窮的 那個你們看到那個是 那個房供軍要錢 家徒四壁 這一張 但是他講不出房租來 那最可憐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給用人住的 一天到晚漏水 那 那個是 不同的社會階層 都住在同一棟建築裡面 然後他 當時候其實有 各位看到這個 其實是不同的類型 他當時候出了 你想 法國在1920年以前 所有的建築師 都可以用買 就是你只要繳歸費 你就可以拿到建築師資格 然後你就可以去蓋房子 但是基本上都是開發商 就是你不一定要念 念過建築系 你就可以蓋房子 那所以 所以 所以阿貓和狗都可以蓋 然後你是 你是台P.A 你也可以去蓋房子 你也可以同學建築師 那 問題是 你沒有受過這種虛擬 你怎麼樣去幹那些 尤其後來變得很複雜的那種 那種 那種 建築的形式 他的做法就是 那我出版給你看 像這個是 有銳腳的 有銳腳的記憶 包含三角形 銳腳的記憶 他教你怎麼做 那盾腳的記憶 平的 要怎麼做 那 還有一張有盾腳 被我刪掉 那個盾腳的 也告訴你要怎麼做 那從這邊 那個是西大大利 他當時候出的那個 當時候的那個 一個圖籍 他其實就是 在教各位 那些建築師 如果你不會做沒關係 你只要參考我的圖籍 買我的圖籍 你就可以去看 所以 其實這個 當時候的建築設計 跟各位現在想像的建築師 不太一樣 那反正 立面是規定的 立面反正你規定 這邊要有陽台線 上面要有陽台線 然後這個建築物 因為結構關係 所以窗戶不會亂跑 幾乎都是定下來的 然後裡面 反正該有煙囪的地方 該有壁爐的地方 就排掉煙囪 等等等等 這些幾乎都定下來 那你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大門 上面的雕花 跟那個上面 你看到這些 小的那些裝飾 這是你可以做的 那反正那些 太辣的 他們也不是 他們目的也不在那裡 他們就賺錢 也不是要做什麼 偽大建築設計 所以他其實 各位可以看到 到這邊為止 歐斯曼一直從 那個波旁王朝時期 繼承 他那個都市的 會後的概念 他先有街道 再有地面 再有建築 他是從 我們剛講路易十三 不是更早 然後路易十四的時候 他是先有廣場 再有地面 再有建築 所有東西都依照這樣的程序 所以他們看到 是一個 他們所維護到的 是一個都市空間的品質 然後其他後面 反正你必須要開創 你要透氣 你要什麼 他會有一些規範 所以到最後 你沒有太多的選擇 可是每一個建築物 每一個房間 都可以達到一個 最起碼的 品質的要求 這個是 分居體 這個是 三密室 噴水池 跟後面的住宅 是連接在一起 就是這個 這個 當然他有考慮到 都市的重要著線上面 因為 我不曉得 找到一張圖 這個是 巴黎的那些 舊建築裡面的一些奇怪的 樓梯 那樓梯 拍起來漂亮 走起來 頭會很暈 到最後 這個當然是到美好年代 就是 因為後來建築法國改去 社會需求改 所以 雖然他還是維持一個 歐斯曼市的要求 歐斯曼市的要求 歐斯曼已經不在了 可是 你看到 他還是維持那個 兩台線 可是他開始有 你說在平面上面 多出來一個 背 window 那這個地方做什麼用 就是 這邊 這邊是餐廳 應該是 然後這邊是客廳 那旁邊這個小房間做什麼用 這樣 就是那個 太太門 在那邊 那個 做女工 然後聊天 所以那個太太門 他就暴露在外面 可以看到 有錢人家的太太 還那麼穿著 這種炫復的方式 等等 這個地面的部分 我們是講過 就不談 因為 還有一些 可以講很細的 我想就跳過 這個是19世紀的部分 我們在跨20世紀 還是要 打住 講完這樣 講完的話 要換那個 因為其實中間有個事情沒有講到 奧斯曼當時為什麼 搶破那麼多人搬家 就是他在 他通常選擇 開避新道路的方式 並不是在舊有道路破換 他是 因為台灣你看到的 都是舊有道路破換 要不然就是 從中間兩邊都拆 要不然就是保存一邊 另外一邊拆 在這邊的作法 他是 他在 舊原有的道路 比如說我們看到 聖德尼或聖孫曼 或聖喬 那條道路 那個都是 從中世紀 就已經有的 歷史的道路 他在 他們兩條路的中間 開另外一條道路 那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 他可以維持住 中世紀原有的那些道路 因為他如果要去搞定那些 商人 因為沿著那個中世紀的那些 舊道路旁邊 全部都是商店 而且都是好幾百年的商店 那你要去搞定那批人 你還不如從他中間肚子 開一條路過去 比較沒爭議 因為商店不會在裡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19世紀中 因為工業革命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從外省 過來到巴黎市工作的 套用大陸的一句話叫盲流 那些盲流 他沒有身份 沒有戶籍 他就躲在那個 那個 房子裡面 警察插戶口 都查不到 那查不到怎麼辦 那我就乾脆 開一條道路出去 然後把三線人 都趕走了 我就不用去管理 那個問題 然後把以前的那個肚子 管不到裡面 變成一個新的 建築物的地面 變成一個新的街道 那它的街坡變窄 變短 它的管理上面 就方便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因素 那好 這個是19世紀的 任職 不行 一定要講完 那個建築 對不起 因為建築的部分 這個不重要 這個是它的 底下 它有一個叫Arpon的工程師 幫它做一個 包含 整套在一起的 都市空間的改造 所以它的 我放一個 可以看 這個是 19世紀的畫家畫的 一個巴黎的都市空間 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車道 車子走的 道路 旁邊有人行道 當時候還好沒有停摩托車 還能走路 旁邊這邊有街燈 有一個很漂亮的街燈 它故意把那個街燈做的 非常像 很漂亮的鑄鐵做出來的街燈 等等 它有一個 它刻意的把 巴黎的整個都市空間 變得 黃公化 變得像王公一樣 但是 這是 王公的內部 王公的外面 街道上 整個街道都是這樣 包含肯剛整套都市的 壁面的部分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口面 你們都會看到 旁邊這邊是建築 這邊是 其中一種街道的模式 在這邊看到 它中間有池災 底下 有 地下 地下屋水道 所以它在做 道路開闢的時候 它並不是單純在思考 建築物地面的問題 它同時要解決幾個幹道上面的 尤其是污水管的連接 還有自來水管的連頭 還有瓦斯管的連頭 所以 你們看到的這些 這些 這些 這個圖面 它其實就可以說明 你們看到 它底下還有一些管線 這裡面有一些是自來水管 有一個部分是 經過進化的自來水管 有一條是 還沒有經過進化的自來水管 是直接從 散和泳水上來 有幾條是污水管 不管它是幹管還是池管 另外 你們看到 它底下 中間這一塊地方是讓人散布用 這一塊地方是散布 散布它有靈印 有樹蔭 而且它樹蔭 建築物的樹蔭底下 它減到一個高度 你發現它的高度跟 度燈的高度的關係 它的高度一定要在路燈的高度以上 所以才不會遮到路燈 所以很簡單 當時的路燈是瓦斯 所以 所有的 度燈底下 都有一條管線是通瓦斯管 然後每天到了傍晚的時候 就也點燈 每一站一站 他們點燈 這個 非常聰明的操作方式 讓一直用到現在 現在已經換成電燈 可是它底下 原先是舊的瓦斯管 它可以通電線 它可以拉電線 它的水管 兩個部分 一個是經過淨化的自來水管 它可以接到每個人家裡離去 因為在之前 在奧斯曼之前 它所有的水 只能夠拉到你家裡附近的 廣場上面的水池 那個水池是拿來 大家可以打水的 但是它污水沒有地方排放 從這邊開始 它開始做自來水到每個家戶 瓦斯牽到每個家戶 那個其實就是整個現代生活的一個開端 現代化生活的一個開端 沒有經過淨化的水 拿來做什麼 現在巴黎是還在做 它用來沖洗街道 你看到 如果你到過巴黎 到巴滿的時候 看到一些工人 掃街的工人 他們會拿那個 開關去開水 那個水會流出來 就覺得 阿里人好浪費水 那個水為什麼一直流 流停 不關一下 因為那個水池 就是塞納爾的水 它就是從那邊停上來再沖掉 到最後再沖到下水道裡面去 然後經過淨化 反正還是跑到塞納爾裡面去 基本上 在整個過程裡面 它做了一些非常聰明的設計 但是這個很聰明的設計 到最後變成街道的空間 變得非常簡單 你們現在常看到 有些剛剛只會學景觀 你們現在做景觀是 有喜歡把一條街道 也很簡單廣場 那麼花氣花花的 這個叫做聰明有智慧的設計 它的設計是看不到 那個叫做 個人主義 自我表現 但是未經企業的做法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它做了很多 迷運到 到最後都會看到阿里長得很漂亮 因為建築物經過一個改造 樹的高度 還有包含都市空間的部分 都經過了一個管制 這個是併合加蓋 向前大道的 從那邊可以看到日落 這邊 反正 歐斯曼大概想到這邊 那公園的部分 我想說先略過 看另外一個大馬子 我們現在要不要先 你慢慢找到嗎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聽到這裡 請問一下 如果我們太美式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你要嗎? 這裡面 應該有很多暴力吧? 暴力隨時存在 隨時存在 所以我們就是 引渠它存在 來 沒有聲音 有 我跟建築完全不熟悉 我想要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剛剛講到奧斯曼 奧斯曼他做巴黎的代表大改造 以前是說中世紀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是不是說 當時建築物的高度就已經有一個規範了 所以整個法國的建築物就是規範這麼高 然後只是說奧斯曼他的功能在於說 讓那些示範大道更統一 然後譬如說所謂的陽台的線等等 更統一的這個呈現 那還是說 因為我有讀到那個資料是說什麼 里昂啊或是馬賽等等都受到奧斯曼的影響 那我不曉得是說 當時他就影響這麼多人 還是說後代才影響 那因為我 我看到法國的大城市 尤其是市中心的地方 譬如說像是市政廳啊那周圍 那些的建築物都長得很一致 那是因為奧斯曼之後才建的建築物 還是說 以前的建築物就長這樣子 那所謂受到奧斯曼的影響 是什麼樣的影響 這樣大概有 這個奧斯曼最大的貢獻 是他找到一個操作的簡單的操作方法 但是他中途的解決很多問題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他其實中間有一個事情還沒有講 我們除了看到他在打通都市的交通上面的關節之外 他其實在視覺上面同時 操作不實操作建築物的意念 他非常有目的而且非常謹慎 從都市裡面的一些重要的道路 他的專頂一定是一個紀念性建築物 或是一個圓頂 或者是一個圓頂 或者是一個其他的東西 那他讓進入到巴黎街道的人 他可以非常清楚地遵循那個方向 從A到B 然後再從B的前面的廣場 再轉到C 或是其他的方向去 但是每一個方向上面 都有一個端點上面的建築 他可以作為他的整個方向的一個依據 這個是其中之一 歐斯曼另外一個 對於比如說對於里昂的影響 其實里昂他的大部分的程序 尤其在他做成的那個部分是在他行為 他受到那個 他比較在對於里昂市的影響 並不在於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里昂市看不到非常 就是像巴黎市的那種 讓基礎網狀的文理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比較整齊的 一個證交直角的有格局的橋 有街道跟街坡 但是建築物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法國的其他大城市 他所謂受到奧斯曼影響 應該受到他建築物在建築物裡面上面的管制影響 但是事實上我們在里昂 他的整個街道的那個尺度的管制並沒有那麼嚴格 所以你在其他城市看不到這麼的準確 你可以找到一個一條街道 是非常非常準確像巴黎這樣完全串引起來 尤其是剛剛Tippori那條路 這麼準確串引起來 其實是看不到的 所以他的整個發展上面 你可以看到他是片段 他是某一種建築物的一面抄襲 因為當時巴黎流行的那個建築物裡面的做法 所以他做了 但是他並不是一個整條街道的延續 最重要的重點是這邊 另外一個事情是我們剛剛沒有講的 歐斯曼的巴黎的改造 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他運氣好 他可以很好 他剛好碰到了第二帝國時期 經濟發展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他有足夠的經費 因為他的運作上面 他會因為做了巴黎的改造 以後破產 所以他運氣很好 因為其實後來歐洲有其他的城市 想要去模仿他的開發模式都失敗 最主要都是因為他的這個財務的運作有問題 所以這個可以想像的是 他怎麼樣去做一條這麼長的街道 他如果是用政府的預算 他要花多少錢 所以他運氣整個計畫制定出來以後 分段來實施 他先徵收某一段 然後徵收以後賣給開發商 然後拿到錢再去做下一段 他包含整個街道的開闢跟他底下的那些 那些基礎設施的服務設施 都從這個方向來 他就斷一斷一斷 一斷往前走 這個東西要中間沒有任何的 在經濟上面發生的狀況 只要有稍微 中間整個經濟發展稍微有一點不差 你可以想像是後面的計畫 他又不會完成 那就馬上面擴散關係 所以這個是他 就是拿破仁三世跟 跟歐斯曼他密集最好的地方 還有人要 我們再來 再回答一下 這位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問題 我要說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比較好奇那個 剛剛有一個剖面是在講 他們不同階級混居的那個事情 因為我好奇他們那個混居的結構 樓梯是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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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那個分階段居住的那個情況 會讓二樓是貴族居住的那個樓層 或是貴族是當時候信心的中彩階級 貴族不會出來那邊 貴族不會出來分開嗎 所以他們的每一間廣間的價格 跟他的那個基礎設施的提供服務有關係 因為他就是這台水簽完之後 他在頂樓的也能夠有享用那種服務 所以水壓是上不去的 但是通常他沒有上到那麼上去 或是說他的那個 住過的都知道 住過的都知道 在那個時候其實很多 在樓上他的服務 他可能不是每一間房間都有水 如果你在巴黎住過那個用人房的話 你是到外面打水的 他的水不是進不到你房間裡面去 你在廁所還是在外面 你在廁所通常都在樓梯間裡 因為樓梯才有垂直管道 後面還有一個問 老師好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剛剛有說 就是歐斯曼他在制定道路的時候 他有制定五花園公園 那請問一下就是他制定這些公園的時候 他是有想說這些公園是要給一般的領中使用 還是通常也是給貴族使用的 那個公園都是一般的公司 那如果像那個開發商 賣給開發商 所以賣出來的房子是可以先出 就是開發商開發完以後再賣出來的 對 就是開發商把一些地域買去 然後再賣出來的 跟買一起的人 要保留戶 但是如果說按照這樣的話 其實如果賣給開發商 賣給不買得起的人 可是他一個樓層上面有租不同階級的人 對 就是不同的價格 所以他還不是沒有分開 對他沒有分開 所以那個其實各位可以 如果剛剛還有注意到的話 其實每一層的樓高不太一樣 所以我前那邊樓是最高的 就是二樓或三樓部分樓是最高的 就是樓台 那越往上他的樓層越低 對 那一個部分是因為 有一個部分是因為 就是這種做法 那個樓 雖然是二十公尺 二十二公尺高的樓層 可是建築會看起來很高 因為他越往上 越透視的 透視片眼睛的效果 所以越往上 大家會覺得 上面越來越窄 好像房子很高 又是 一個棄片眼睛的障眼法 然後另外一個 其實就是價格的問題 那當然樓上的樓層 樓層高度比較低 而且他的面積也比較長 所以他樓上可以切的樓層 所以他們通常 即使在同一個區 但是他的那個價格 其實是不一樣的 而且樓下的 樓下的那些房子 他們會花很多錢裝修 做漂亮的火爐 樓上的火爐大概很簡單 我住過了 所以我大概知道 你住過二樓嗎? 沒有 你說呢 你說是中產階級嗎? 對 可是我覺得那個中產階級 還要看一下是哪一種 那就是後來新興的中產階級 新興的中產階級 不是一般老百姓 不是 就是 就是 破車的這次 再來 大概 兩個問題 就是 在房車道路的 等一下 讓他們 那個 那個 那兩個 那兩個 礦車道路上 他會有一種 圓環 那五七台灣 他現在 在八個線 他好像比較消滅圓的那種東西 那好像就是因為 現在 太多圓環法 會變得 交通 用塞的那種打擊的地方 那 巴黎他這種設計的話 他是怎麼樣 克服這種問題 就如果他原款 到現在的法律 它是有什麼方法 可以克服的問題 然後 問題就是說 在他這種開發模式 比如說 土地給民間 的這種模式 會造成那種 土地暴漲 或是 比較 擴張機器的時候 他後續有沒有造成一個 社會問題 例如說 如果 因為 彥老剛剛有講說 台北新大陸 是用兩個街五大陸 中間的基礎區 這樣開過去 有一些 那 像這種 他的居民會 簽 簽到什麼樣的地方 我的星星站也 他起來的時候 那 如果是有那種 房子 土地 暴漲的情況 那 比較沒有辦法 買這個房子了 他會簽到什麼樣的地方 那巴黎他現在 回頭看這個時代 在我們經濟上 會造成一些 社會問題 那他們怎麼樣 回覆這個 去看這個時代 這樣 第一個問題 那個放車性到位 那個 圓環的問題 圓環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圓環只要夠大的科技 因為台灣的圓環都太少 其實我自己的觀察 台灣 當時日本人在做 都市區改正的計畫的時候 最重要的關鍵是 他沒有注意到尺度的問題 他是圖畫的跟人家很像 圖畫的像 你看他那個地圖都長得很像 可是他就是不一樣 因為尺度不一樣 一個夠大的圓環 就不太容易塞車 車的通行還是會轉彎 有一個 你覺得 你覺得敢相信事情 看那個 凱旋門周邊 這麼大的圓環 車子四面八方這樣 穿來穿去 沒聽說過 出過車禍 沒聽說過 至少沒有聽說過 碰撞 大家都很小心 然後 他又要解決 後來 但後來在1960年代 為了要解決 車輛通行的問題 他直接在鄉介大道旁邊 做一個地下道 傳過去 有點像 中校西路街 中校東路 那個地下道的作法 他是做一個 直接通行的地下道 把車輪引開 所以 所有的 如果你不是直行的車輛 就是在油畫裡面轉彎 這是他的解決方法 但是 最重要的是 那個 油畫要很大 大就 比較容易持續 但他沒有畫那種 沒有畫那麼大 超大 然後第二個部分 是 那個 被驅逐那個部分 各位要想像一下 19世紀周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是馬克思他們 對 七八四大年 後香港宣言期的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 一般的老百姓 是沒有被尊重 他們沒有所謂的人權 你可以看 就是那個 如果沒有破 那個 共產黨宣言 或者不了解當時候的 共產黨生成的背景 至少 可能看過小英的故事 那小英的故事就是一個 資本家 他良心發現的時候 他只會幫 再蓋個房子給你住 其實 基本上 他是完全不理會 所有的 在工廠裡面工作的員工 其實就 就只是一個螺絲地 那每週里 很少的工錢 非常少 所以 我們常看到 後來 在巴黎 一直到19世紀末 都還是這樣的狀況 然後 在巴黎爆發的 那個 廢節盒的大流行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 他從外省進來的人 他沒有幫助 所以他們常常 一個公寓 比如說 一個小小的公寓 十幾平衡房子 切成四塊 四家人住在一起 可能至少是 兩個爸爸來的小孩 所以裡面 一個小小的房子 裡面做十六 十六以上 然後 中間很多地方 他不是用隔牆 是用鋪營 那 就是因為他的通風 跟採光的不停 所以 引起了 後來的 廢節盒的大流行 這個也是影響 20世紀 都市計畫 整個很重要的 因素 就是 我們對於 陽光空氣跟水的需求 新的 我們所謂新新的 都市計畫 他們對於這三個事情 就有很重要的 一個關鍵 那一些人 他們幫手 不會跟你討論到人權 或你討論到人權 就是要趕走他們 那至於你去哪裡 你會聽到什麼 你沒有什麼 中繼住宅這種事情 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繼續 我們再讓 瑋舟再講一下 我們今天 那個 原則上九點半 結束了 但是呢 呃 咖啡館呢 給我們鑰匙 所以我們可以 待到兩點 所以你可以 講到兩點 OK 開玩笑 但是呢 就是盡量 他讓他盡量 講到學問班的時候 我們再多半個小時 然後 這半個小時 再讓 恩宇來回應 然後 回應完 我們再多點時間 我們再問問題 希望說他今天 還可以留久一點 十點以後 大家就盡量包圍 他打圍在這邊就好 好 不要讓他走 好 你可以跟小朋友 沒關係 好 好 那個 這個 我們等下要講的事情 跟這個張圖的有關係 跟這個上面字 沒關係 好 這個是賽奈爾 這個是賽奈爾 我們剛剛有巴黎在這裡 那我們先那個 戴高樂機場在這邊 從這邊大概 從這邊過來大概 20 5到30公里左右 那 Latefonds 我們剛剛講的 Latefonds的新鎮 在這邊 帶來巴黎在15公里左右 那 巴黎碰到故事更新的問題 大概都不是在 一二次大戰中間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整個巴黎的奧斯曼計畫的完成 整個都開發完 底 大概結束的時間 差不多是 一四大戰中間 那 一四大戰中間 到二四大戰中間 其實是一個 休養城市 所以它 建築被破壞 大概是重建的 而且幾乎都是原地重建的做法 所以當時候 沒有所謂 我們今天 所討論的那種 都市更新的問題 那 反而是二四大戰之後 因為二四大戰它的 破壞更強 它的 炸彈 或是它那個 武器裝備 破壞更強 雖然巴黎 當時候是被保留下來 但是 它還是經過 戰盒的摧毀 那 所以 在二四大戰以後的 第一個階段 他們所要面臨的是 兩個事情 第一個是重建的問題 第二個是 他的士兵 他的軍人 回鄉以後的 融入社會 或是他們居住的位置 所以 最要緊的 在 1950年代 四五年結束 然後1950年代 他碰到另外一波 就是他的殖民地的撤凡 所有的法國的殖民地 幾乎都在1950年代 你知道在 印度支那是 在1954年 天蝙蝠戰地戰敗以後 輸給胡叔叔 胡志明叔叔 之後 Uncle Who 之後 他就放棄了 在北非 中西非 的那些 世界各地的殖民地 差不多 整個獨立的 那些國家獨立的世界 差不多就在1955年 印太平 到1962年 所以 當時候從殖民地 會撤回非常多的本土居民 本地居民 他們可能 搞不好在殖民地出生 長大 從來一輩子沒回過法國 可是 當他放棄殖民地的時候 各地居民地戰爭 他們選擇回到法國 他們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一個 從殖民地回來的人頭的問題 還有 我們剛剛講的 士兵居住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當時候大家都知道 法國很隱礙 雅美尼亞 雅美尼亞 在那個時候被 土耳其屠殺 所以雅美尼亞人 有大量的移民 還有其他地方 有大量的移民 移入到法國 這個都是 在1950年代的背景 所以 在1950年代 法國是廣建 社會住宅 到處建 而且規模都非常龐大 第一波社會住宅的興建 大概是在1907年 就是在之前 1907年開始 他是為了要解決那個住宅危機 所以開始去做了這個社會住宅 政府開始去操作社會住宅的興建的問題 第二波大概就是造戰後 戰後有非常非常大的量 是要解決社會住宅的問題 但是 因為戰後他所積極面臨的前面一個15到20年 其實是戰後重建的問題 所以都市更新的問題 一直到1960年代 才開始慢慢被討論 看一下 這個其實這張地圖院都看不清楚 所以 這很重要 那個 1960年代 他在 也是為了解決那個 那個 住宅的問題 所以他在巴黎的郊區 建了五個新鎮 一個五個五個新鎮 一個最近的就是 我們看到這邊的 拉德芳士 然後 在馬拉巴列 我在南邊 那個 這個 拉德芳士 就是 他們也不一定知道新凱旋 反正就是在這裡 新凱旋在這裡 但是 那個 工來鬼陶可能 因為太細了 我們不盡量細節 這是其中一個新鎮 但是這個新鎮 他同時要解決 除了住宅問題以外 要解決那個商業辦公室問題 因為當時候的 公司的資本 越來越龐大 所以 他的 那個 辦公的人 人數越來越多 傳統的 巴黎式的那些 那個 那些 建築物的空間 其實不太 不太 符合當時候的 那些商業 商業辦公室的需求 所以 在破壞巴黎的情況之下 他們往外 拉德芳士是一個 以巴黎比較近的 一個 比較大的 包含住宅 跟商業辦公室的區域 然後我們看到了 那個巴黎 剛剛拉德芳士在這裡 這個是 現在巴黎 包含這邊的 普洛里 跟這邊的 Vancen 兩個森林 這個是巴黎的範圍 那 他們在 尤其是在 這是奧斯曼 這個跳過 這張 必須要看一下 因為奧斯曼當時候 在 計畫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 開發區域 其實我們看到 大概都是西半邊 所以西半邊 一方面 比較 富裕的人 他們居住在西半邊去 由於從19世紀末開始 雖然還是 我們剛剛看到 每一個層的結構 但是 社會的階層慢慢分開 東半邊 你可以看到 道路的開闆 或是 建築的 建造的 比例 來講 相對來講 比較少 所以 它的建築物 其實 相對來講 是比較舊 這個是在 戴高樂下年 1960年代 末期當時候開了一個 制定一個 巴黎的 新的 都市計畫 尤其 交通建設的 都市計畫 那個時候很流行 很流行高速公路 包含巴黎 環城的高速公路 你看到這條 紅色的 高速公路 跟這裡面 後來沒有開成 還好 紅一頭 就是 這幾條 就是在 當初 它的概念有點像 我們在 新建 新生高架橋 跟建築高架橋的做法 就是 它希望 從高速公路 直接接快速道路 進入到市區裡面 很快速的到達市區的中心 所以 各位看到這些 它有一個外環的 環城道路 還有一個內環的環城道路 那這些 原先都要做一個 高架的快速道路 使用 那 但 就 預期很好 都沒開 所以 我們才看到今天巴黎 要面臨的不太一樣 那但是 到了1960年代 1970年代的時候 它們最重要要面臨的 就是 整個 都市更新的問題 就是東半邊 你們看到這個 是巴黎的東半邊的 都市 那 這邊是在 在 60年代 的時候 他們劃定了幾個都市更新的 範圍 那幾個區域 那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經過調查以後 有幾個地方是比較 幾個 你看顏色越深 就是它的 它的 那個計畫越擠迫 那中間當然有幾個是 火車站的周邊的地區 有一些是附近有工業 以前的工廠 等等 然後有部分是住宅區 可是 相較之下 大部分都在 東半邊 西半邊很少 那 引勾到 南邊 十四、十五區 那個地方 這邊是十四區 這邊是十五區 那這邊是因為 那個車站 那個 孟巴納斯車站出來 這個是 里昂車站 這個是 奧斯德斯車站 這個是 當時還沒有在計畫裡面 那這個是 東站 這個是 北站 北站 伸出去的區域 等等 那其他的那些就是 在市區裡面 建築物比較 建築物的餘肉的狀況 比較嚴重的一些區域 那 原因之一是因為 當時候在新建建築物的時候 他的那些 那個屋主 或是開發商他們的 那個資金的部分 是比較匱乏 所以他們選擇比較便宜的建築物 新建的話是便宜的購房 比如說他可能在奧斯曼的街道旁邊 全部都會用石頭 可是在這些巷弄裡面 沒有在奧斯曼街道的規劃裡面 他可能用木頭的結構 外面上石膏 所以他會有 石膏本來就沒有上石頭的壽命那麼長 所以他的時間久了 他容易產生漏水的問題等等 那一方面也是因為 居住在那邊 大部分都是中下階層 工人的階級 他可能在經費上面 不是那麼的豐育 所以他的建築物的維護狀況 並不像西半邊那麼的好 於是乎他們在經過一連串調查之後 他開始畫一個非常大的 都市更新的區域 就是各位看到的這篇 整個東半邊 全部都畫入都市更新的範圍 當然這個都市更新的範圍 並不是把這邊拆掉全部重做 他是畫一個大的計畫範圍之後 然後成立一個 一個官股的公司叫Sema Sema全紅我已經忘記了 叫什麼名字 叫Sema Est 他是一個半官股的公司 他是一個半官股的公司 他用官方的資金 去成立一個公司的制度 在操作上面比較坦性 然後不管是開發 或者是他的所有的計畫進行 包含它裡面 比如說需要建築師 做自己各式各樣的鏡頭 都市計畫的鏡頭 都市設計的鏡頭 或是建築的鏡頭 都是由這個公司來操作 他的操作上面的坦性 那與社務 在1970年代 他們先劃定這幾個區域 一個部分 在東北邊這邊這一塊 東北邊這邊這一塊 它其實是 在一個運河邊 甘南霧河 霧河運河 一直連接到巴斯提 這條運河 的區域 然後有一個是 在這邊兩邊的車站 一個是里昂車站 一個是歐斯蒂尼斯車站 兩邊的車站 然後另外有個比較零星的 不是那麼重要的計畫 就是東站跟北站 在這個地方 那中間這一些 其實都是魚肉地區 就是它的建築物的 狀況非常差 那 如果各位知道 就是像東半邊的這一塊 東北邊的這一塊 它以前是巴黎的圖災場 是巴黎市的圖災場 所有的肉品 是利用運河 運進來那個屠災場 屠殺了以後 再從這邊運到 那個時候在 雷安這個地方 的中央市場 來做匹發 所以那邊是一個圖災場 那圖災場後來 在圖災場的周邊 還有運河的周邊 圖災場 本身 後來 就有一部分改建 變成科學公益博物館 那有一個部分 它是 就是它原先的那個 肉品交易市場 留下來 就 變成一個表演的空間 那在南邊這個地方 後來做了一個樂場 就是巴黎的 巴黎高等樂樂 或是 有一個 有一個 博物館 是 Drumberg新做的 那一個叫 巴黎愛樂 大概 現在都在那個區域裡 那 這邊你看到 它圖很舊 那畫法其實 都是蠻舊的畫 所以 它從一個大的計畫 從一個 整個東邊 開始去製定 某些 那個區域 大的區域 大的區塊的計畫 然後再 慢慢慢慢縮小到 一個小的區塊的計畫 然後 還有那個 街道的 改善 街道的 空間品質的改善 都是開放空間的改善 然後 那包含 我們看到這邊 比如說 運河周邊的 開放空間 這邊包含這邊 也是運河空間 然後 這邊大概幾條 重要的街道的 周邊的改善 對不對 這邊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東北區的 一整塊 包含到這裡 那這個就是我們 科學公益博物館 這個改建 這個是肉品 造育市場 留下來 然後這邊是音樂城 後來他們找 在1980年代 找那個 Biana Shumi 在這個地方做那個 紅色小點 給你 它叫 Efuri 然後 這邊有很多 新的住宅之外 都在1970年代 到80年代 的時候完工 然後 然後這個 火車在周邊 等等 然後它仓儲的 原先仓儲的 部分 它可能 量減少 或是 外放到外面去 所以它有一個 大型的器外面 事實上 當時候 在做那個 鐵路的系統 的時候 它整個 系統的思考 是以運輸為主 而它並沒有考慮到 周邊的空間的發展 它產生了一個非常困擾的事情 就是 像我們看到這幾個街坡 它其實是被 鐵路包圍起來 所以它是被 圍在鐵路裡面 那些 那些 那個地方我住過 很不曉 那些地方我都 這些地方我都住過 我當時候他們住在 住在 住在這裡 那些三部分的替代 房子被偷了兩次 所以這個地方是蠻糟糕的 那因為兩邊 兩邊是鐵路 所以它好像一個孤島一樣 在都市裡面的孤島 剛剛這個是早期的計畫 所以你們看到 這個運河的周邊 那包含 這個是 你的杜 對 一個杜 18世紀正如是 一個杜 它蓋了一個 管理員的室 管理員的室 運河的管理員 那這邊是肉品的屠宰場 那個屠宰場 這個是剛剛的科學公益博文 你看到紅點片 那是 剛剛書咪做的 那你們看到這些 新的大樓 都是在 1970年代到 80年代時候 興建的 新的社會住宅的計畫 也是因為這些住宅 興建的原因 所以 後來有非常大比例的 外來人口 包含從北非 從中西非 從櫻土之納 牽進來的 這批人 全部都住在這個地方 這邊不太像法國 不太像白人的法國 這個是在 計畫的初期的空派圖 所以你們看到 這個是後來的音樂城 還沒蓋 然後這邊留下來 也還沒有修完 那個 科學公益博物館 在那個時候剛完成 那個都市空間的改善 這個是1970年代的時候 做的一個 真的是都市更新 你們看到這個做法 就是整個把所有的結構 全部都拆掉 所有的高樓的部分 就是拆掉重蓋 我們說那個 推土機式的 一個操作的方法 當然那個時候 是非常迷信 比如說受到那個 現代主義的風格影響 的那種高樓建築 非常注意它的 幾何性 然後非常 它的規模非常大 它才有辦法用玉珠的工法 很便宜的 去興建完成 那些社會住宅 才有辦法便宜的 出租給後面 住進來的居民 那這個是在 Blast Effect 19區 當時候 住在對面 這裡 因為那些都是 那些缺乏的中國 後來才慢慢改變 一直到1980年代 有巴黎的末期 這個時候他們開始 考慮到一些事情 就是一個區域裡面 假設我們都採取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種方式 就是台灣 我們所可以看到的 都市更新的方式的話 就是整個建坡產品 重蓋的做法 原有的都市的紋理 留不下來 再當道理 所以 巴黎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 雖然巴黎的城市 一直不斷在翻新 在擴張 可是 巴黎從來沒有放棄過 他原先 舊文 那個都市的文明 包含他街道的文明 包含他的 建築的文明 都沒有變過 那所以他們開始 有一個計畫 就是 你們看到 他就是在一個 針對某一個 某一個接貨 進行一個調查 把裡面的 有些重要的建築物 標定出來 然後再開始去 做一個有點少吃牙的動作 過去他是認為 這區建築很爛 很髒 那個困管常常露 臭的要死 1970年代 六年代 他們最常見到的 都市更新的方法 有兩種 一種是 我們剛剛看到的 拆除蟲蓋 一種就是 保護 維木 就是保存外面的 接到旁邊的地面 但是裡面蟲子都是蟲子 就刮開 就是我們所說的 刮蟲樹 這兩種 是1970年代非常常見的 一種做法 那80年代開始 有另外一個反省 所以 才開始做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種調查 那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看到 像這個 更新的區塊裡面 有一些 有部分的建築 是被保存下來的 有部分的建築 是重蓋的 但是 它重蓋的時候 它可能要完成 比如說 接到立面的完整 或者是它把舊的拆除掉 然後那個 或者部分舊的堪用 就做修復 然後 有一些 部分不堪用 就拆除 然後做新的建築 然後 嘗試去維護 原先 就是保存原來的 街道的尺度 跟空間的關係 這個是到後來的 我們看到的面貌 那 這些類似的討論 在這邊也可以看到 就是 當時候在這個地方 劃定了一個大公園 這個是 里亞車站 跟奧斯德里斯車站 的區域 現在這個地方是 火車普通館 在標斯對面 然後 這是80年代時候 的 操作的 想法 那這邊是原先 一條 那個 火車 高架的火車道 在 我們可以看到 它原先的高架火車道 底下 那個 拱橋下面 原先都是 倉儲區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破敗區域 那後來這個 火車道 那個高架車道 是從 巴斯底車站 就是現在巴斯底 歌劇院 拉出來的 巴斯底 巴斯底之後 那個 監獄後來就拆掉 然後蓋了車站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 那個 在1999世紀中 蓋的這個車站 跟它的火車道 從這個地方 拉出來 那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然後在中間 經過幾個 重要的計劃區域 像鐵路周邊的區域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這邊 你看到在這個區域裡面 有 1960年代蓋的住宅 這是60年代蓋的住宅 80年代蓋的住宅 80年代蓋的住宅 那都是在鐵路的周邊 那鐵路慢慢釋出 然後 必須要做一個 更新的計劃 然後這個是在1980年代初期 做出來的更新計劃 就是包含 我們看到那個 50年代 60年代建築物 怎麼樣包含之內 這是80年代蓋的 這邊是80年代蓋的 這邊後來完成的時間 是90年代 這兩塊是90年代 中間這邊本來是一個扇形車站 後來變成一個公園 這是當時候 當時候在1980年代的時候 都市計劃 那時候做的模型 1980年代蓋的社會巨宅 就是科比利的面子 然後還有一些那個 這個也蠻 這個最近很流行 就是30年前做的 最近台灣那麼流行 做這種貼皮 不過這個是真容 你看到那個 吐出來後進去是真容 反正都是貼貼皮鳥事 或是80年代蓋的那個辦公室 他嘗試就是在這裡面 機能是遁用 商業的跟住宅的機能 放進來還有一些公共設施 這是住宅 這是紡科皮 這個就是我們後來完工的那個 原先的扇形車站 所以他們也希望把原先的舊有的紋理 保存下來 這是到後來的 這個是90年代才蓋的 所以原先的規劃那樣一長條 連起來的建築理念 到這個時候打破了 變成一動一動 它變成一個開放的接波 這個時候觀念已經變了 這個是到最後的計畫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都市計畫 那個都市更新的計畫進行 並不是馬上 馬上做完也不可能 因為它的規模太龐大 所以它其實是制定一個計畫以後 它從一個大的計畫 慢慢去落實到小的 比如說都市一些 接貨的都市設計 然後再從小的都市的 那個都市設計裡面去 做一個都市那個住宅的進步 慢慢一層層下面 所以它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像之前看到那個 一場派建築在這後面 可是到了90年代 就開始出現這種 有陰影會進來的 就是你的 有陽光會進來的 一個散步道 原先的那個配置的做法 其實不太可惜 我們這邊看到的是 剛剛那個是模型 這個是食物 一模一模 的作品 我們剛剛講的高架槽的部分 底下的倉儲它全都清掉 它做成一個Poutique 它每一個都是做一個特色商店 而且是透過一個特殊的招商的程序 把有特色的商店找進來 所以裡面有一些燒玻璃的工作室 他們做手工玻璃 在裡面燒玻璃 有一些是做建築模型 有一些是做植物 有一些好的餐廳等等 那在上面的空間 全部都變成散步道 所以各位現在因為美國人很會做廣告 你們可能都知道那個紐約的那個高架鐵道散步道 那是超巴黎的 那90年代初期之後已經廣告 那個是在這個都市計劃下面做的一個更新的計劃 那慢慢的 因為時間關係而加快速度 讓各位跑掉 Bercy Bercy在17世紀的時候 本來是一個貴族的住宅區 那後來從19世紀開始變成初九的倉庫 所以各位看到這一排一排全部都是住九倉庫 因為剛開始是靠著核運 然後後來鐵路興建以後 這邊就變成一大批的倉庫群 而且是九的 很重要 巴黎所有好久的存在並進 那他有一個初期看到這個計劃 都還是非常現代主義的那種 1970年代的那種 60年代70年代的規劃 那到後來的巴黎市政府決定是希望把 我先跳過去了 不是這張 希望把中間這個留下來的一個公園 然後在這邊蓋一個綜合體育場 然後鐵路的機能還是會持續進行 但是部分四處的土地在這個地方 就變成一批住宅區 後面這個地方變成一個商業區 然後包含他的商場等等 然後他開始去討論到保存的問題 有一個部分是保存下來的 比如說到最後整區當然都拆掉了 但是這一部分 年輕的初九倉庫他留了一批 然後在這邊留了一個 當時候那個初九倉庫的管理延續 然後在這邊做了一個公園的計劃 留的不多啦 但是事實上還是留下來 那當時候所有的大樹 全部都保留下來 所以各位看到這張塑造圖上面 所有的大樹其實都是保留下來的 後來變成貝西公園 那貝西公園是我老師做的 那個講起來很複雜 他叫做記憶的花園 那個氣才一共 所以這也不是很重要 但是他們在那邊做一個住宅實驗 就是他們製定一個 接坡的大小 然後請不同的建築師來這邊 依照那個配置 這個配置是經過鏡壺的 依照配置來設計它法子 所以各位看 如果在建築物配置的部分 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在建築物的面貌上面 其實不太一樣 這是80年代 然後到了90年代 這也是80年代 這是Garry 外面 現在很流行 外區的那一口 扭曲生命 然後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是同一個建築師 這是另外一個建築師 後面是另外一個建築師 但是他們都依循某一種 不是設計的規則 然後去設計這個建築物 那這個是住宅 部分是賣出去 有部分是社會住宅 有保留戶 保留戶不會被歧視跟埃及 好 那這個是花園的部分 我想我們就有挑過 各位有空的方法去塞掉 那另外有一個更新的 當然是引起非常廣泛的討論 就是它的對面這邊 在它的左岸的這個地方 整個原先也是倉儲區的進行 那這邊的計畫就變得非常細膩 因為這邊開始有很多建築物 必須要被保留下來 包含這邊你看到 這裡以前是鐵路倉儲區 然後有一個麵粉工廠 大概在這裡 這是新建的國家圖書館 等等等等 這邊有一個以前做的高壓器的工廠 都被保留下來 那裡面有住宅的計畫 有學校的計畫 有圖書館的計畫 辦公室等等等等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計畫在裡面 然後到最後他們希望呈現的是巴黎 完全不同的一個風貌 所以那個時候整個都市設計的部分 是波山棒做的 它是一個開放的接播 然後細部的部分 是由各個不同的進行師 透過鏡頭來做來完成 然後那個後面還有下一個階段 這個大概是到1990年代為止 完工的時間大概是2000年代 現在已經幾乎是重複完工 那還有下一個階段 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我先到這邊開始 他去摳水有沒有 我就這樣一直請大家學 然後歡迎大家可以去上他的課 到學校去上 或是換氣 而且沒有換氣 他知道他都沒有換氣 我們接下來接下來 樂隊長官歡迎恩宇 黃恩宇 他是在萊登大學面建築 博士 然後他也是關於一些風水 建築跟風水是一個關係 他也研究很多 所以對於空間的概念 所以我們現在請恩宇幫我們 再看一下 幫我們看一下 阿里的風水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維州老師 這個 可以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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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 王老師講的東西包山包海 其實我對阿里的完全不熟 真的是完全不熟 而且我對於巴黎是蠻不喜歡的 比如說裡面是練一個 歐洲城市 數十個放大學 最喜歡的城市 巴黎是從後面數過來 會比較快 後面數過來還定 但是如果他放大學 歐洲這城市最偉大的城市 那巴黎是第一個 沒有 那是不偉大 就是巴黎為什麼 就是 可能大家猜一下 最美麗最舒適的城市 不見的是最偉大的城市 然後巴黎真的是最偉大的城市 那為什麼巴黎會有這一天 我想跟他的歷史很多的巧合 跟這個東西跟我們搬一起 從那個 從這個中世紀 這個中期 或者說的初期 這個 開始有這個 查理班死掉之後 分成這個 通知曹蘭克之類的 他就沒有再變過 他的領土 就是他就是維持一個 非常重要的集權的國家 所以 他很多的財處 陳同權都集中在巴黎的地方 其實在中世紀的這個時候 巴黎就是歐洲重要的城市 那個時候 阿米山還是一個很平 還是一個海人之下裡面的小東西 所以 巴黎那時候就已經很重要 那剛好他的這個工業革命 也沒有那麼快 所以剛好他也沒有經過了很多 那段困難的事情 剛好時間點非常好 在十九世紀 這個 這個 南波隆山是他的這個 權力量集中的年代 剛好可以做這些事情 所以全部都是巧合 當然如果我們要問 憲民這樣一個 所謂公平正義的觀點 來看巴黎十九世紀做的事情 我想你不用談 什麼都是錯 因為裡面太過邪惡的部分 但我想我們今天黃老師要講的 也不是這個東西 我們應該是來看一下到底 從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學到什麼東西 那我想過去我們在談這個都更 談這個什麼更新啊 再生等等 都是產生這個新更舊的問題 我想這個 大家都知道 很多知道的 有很多這些事情都講 我想這個很簡單的概念 來竄起這一切 這是可以說到台灣 來檢視台灣 目前在做的這些事情 就是公共性的問題 我們先簡單就來看 這什麼叫公共性 當然他的詮釋 誰來詮釋他 跟怎麼被詮釋 跟怎麼被這個弱使 剛剛很多種錯覺 其實剛剛黃老師都有提到 其實在這個 還蠻早期的 路易十三年之後 那時候算是現代的 剛剛開始 還沒有見到這個 那十八世紀嗎 十七世紀 十七世紀下半的時候 你還沒有所謂的寫容實在 但是你都可以看到 那時候已經出現了 很多種世俗的廣場 那時候有很多種廣場 還包括廣場 對於地面上的這個限制 其實我覺得 這就是所謂公共性的一個開始 那過去整個 中世紀 這個一千 一千年的時間 其實歐洲的城市 大紅小米 它少 除了掃除了這個 皇帝 佛王他居住的守護之外 其實都差不多 唯一的公共空間 就可能就叫我 前面的廣場 然後前面市場 還有街道價值而已 並沒有太多的 所謂公共性 這樣的概念 那其實阿里 他們在還蠻 前面的階段 就開始 出現出了一種 世俗性的廣場 然後其實這個 在歐洲的奧斯曼 他在 落實的時候 其實把它再擴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時他還是 基於這幾個東西 他把街道重新 開啟了街道 但還是街道 然後 出了幾個點 然後 直接也變成 那個視覺的焦點 那雖然不見的是 人可以到外去使用 但他至少是 公共性的視覺焦點 然後那時候也慢慢把一些 這個 可能 郭熊王市這個 打獵人的避當 林地變成 大家都可以去 變成他 不分階級的公共空間 然後 當然街道上 他對於一些 正常的管制 開始做些對立 因為他不能 只是滿足 個人的炫富 或怎麼樣 還是要跑掉 公共能力 然後在這個 情況之下 所以我覺得 巴黎幼稚來看 是一個可以看到 他的進步的地方 然後是到了 這個 20世紀 轉變的這個年代 包括這個 很多像 很多都是這種 包圍小時候一樣 很強的拆除 拆除之後 做什麼用 很多就變成街道 就是你可以變成 第一次 第一期的團轉 這個程式化很大 然後很多 這個 過去 只能試用 他變成可以公共使用 然後到現在的主題 當然就是更明確 他 你要減少進度的用力 把進度 又比集中再一塊 拉高 剩下的東西可以肯 大家都可以使用 航空園、航空園、航空園等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你對公共性的詮釋在改變 所謂引申出來的進步 或者換話講 可以說這種是基於對公共性詮釋的一種進步 然後從這個一切到你詮釋在進化什麼平坦 然後到了剛剛為止老師講的 第二個階段到這個二十世紀 這個戰後的重建開始 其實重建 很多時候直接跟你一樣的問題 但是重建是要重建什麼東西 要復原過去那些接口、房子嗎 還是要重新做空間的分配 然後到了其實連續到現在 很多的重新分配都是要設入 什麼是私人、什麼是觀光 那什麼分割 那過去的觀光跟私人的分割可能是平面性質而已 然後到了現在它可以有全實性的分割 地面層怎麼樣、二樓怎麼樣、高樓層怎麼樣 甚至它連空橋、船台船區等等 那我覺得就是甚至你的對公共性的詮釋 詮釋什麼它的身份在改變 然後在過去剛才你能夠對公共性的詮釋 就是少數的統治者 甚至在歐斯門年代 開啟搜尋廟航空中心 蓋了一些所謂公共性的建築 那個還是所謂統治者建築 它變成政府的機構 不再屬於私人 但是到了現在 所謂公共性的建築 跟空間是打破了這些城堆區 所以是什麼叫公共性 你要透過很多的公廳會 跟這個各式各樣的這種禁堂等等 讓大家都有參與這個公共性的這個機會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很簡單的概念來看 到我們台北 我現在不管我想 目前你這個更清楚的東西 就是台北2050 然後我本來想說要準備一下 然後捧一下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不知道才剛開會司會 你不知道開會是誰 我也不知道開會是誰 我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這個 雖然林千種跟林專銘跟柯夏克平 大家會有些維持 但我相信目前來看台北 真的比較好處 就是這個雙名 林專銘跟林千種 至少他們是有面子的 來看這個事情 其實台北也在過去的一些基礎上面 這個時候來做這個事情很重要 因為過去台北的社造 再次機能也弄了好多年 然後這邊有這個 這個突根處的前員工 這個同仁在那邊 大家也都很了解 所以走 走 在這個基礎上面 其實台北有蠻多機會 可以做這個事情 然後其實 然後其實 我們剛剛看到 維主老師講第二季管理 其實你可以看到 是從公司的角度來看 因為不管怎樣 管理根基怎麼改 就是把既有東西 變成一段性的問題 那很多人要適應到分辨的問題 然後當然這個分辨 這邊也就要很細力 不是 說是要延續過去 很多國基阿比建築 它其實是其中一個面向 但是 只能把它變成是一個 大家都可以接近的東西 我覺得是更重要的 它是更高的一個層次的問題 因為它可以涵蓋其他的 這個新增舊 甚至很多種二元堆利的東西 然後 其實今天談到這個東西 除了弄弄跟罪弄弄之外 其實蠻多 巴黎蠻多 成績蠻多 除了兩種力量 兩種疾風 兩種二元堆利的障礙 我想這件事 它成為一股文大城市 的原因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 巴黎 從剛剛版本這個 一個半程度 蠻多的難求的 可以看到很多 各式各樣的這種 這種堆利 包括供應 跟這個私人 還有這個秩序 跟非秩序 因為你這個同時還要做話 就是要不做持續 幾個間點大喘 垂直的軸線 一頭看到尾 呈現出這種透氣的感覺 然後 建築要分成三個 立面分成三個段 這個基座 無聲跟這個問題 三個層次 還有包括了 這種秩序上的東西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剛好可以說 所以放好幾個 要推破這種秩序的東西 包括你的背影 它怎麼突出去 物理怎麼變一下 所以其實都是可以看到 在這種兩種對立之下 找到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那除了這個資料 還有包括這個 各種跟群體 那有一個有問到說 到底那個 黃石變成公園 我們一般人都可以去 是可以 都可以去 所以它是那個 打破階級的地方 即便在一個專制年代 它還是可以打破 這樣 有像空間被提供出發 然後我可以看到 8019世紀一下 動盒一下 一下子的地盤 變來變去 其實年代根本被不清楚 這都是一種 戰力的呈現 那為什麼 一個城市能夠有這種戰力 我覺得這個也是 剛剛有提到這種 各式各樣的 歷史的階級 跟橋墊 產生這樣的 這樣的頻繁 像我們目前 大家常在談 最常聽到的兩個動詞 就是 戰力跟入國 這兩三兩 就是大家 會用這個兩個詞 套用在很多的 不同的情境 然後跟運動裡面 那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 沒有東西讓你戰力 沒有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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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巴黎 大家應該都知道 巴黎也經過非常多的事件 不管是從這個 非常世界的年代 常常是在街道 這個 他們就送給他們街 打來打去等等 或者到這個 從1906年代 巴黎很多這些 學運 學潮等等 其實都是在這個 公共場地在發生 那我們一般台灣 就是會對於 它會有恐懼感 其實不用說大家 我都還是一樣 我不是到今年初 有一次剛好講 我都經過總統面前 我學生時代的恐懼感 就出現了 他就不敢停下 不敢拍總統 因為太近了 我突然就問我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經過 那天就會被限定說 你停下一道 不能打車 再趕快去開 那現在還是會這樣子 所以其實 我在想問 到底 我們對於公共的概念 到底是怎樣 當然 這週的公共年是能代理 你們對於公共概念是怎樣 所以 你們過去 沒有像我們那一代 有這樣的統局 所以你敢去跳國立法院 跳過去 這個我真的做不到 所以 這個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挑 挑戰 我只是要公共動 你也是 每個運動 每個站每個路 都在重新 在對公共做的詮釋 所以我想做個簡單的結論 一個偉大的情勢 來自於它的對力 就是你在掙脫這個 什麼叫公共的詮釋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一個偉大的情勢 然後我想 你們不用害怕 台灣成為 台北成為一個這樣的城市 甚至 我覺得這幾年 台北其實蠻美麗 美麗在於 它很多 各式各樣只有 對力跟衝突 讓台北成為一個 活生這個城市 不再是一個 一個 不管你覺得他喜歡是怎樣 對 像大家的朋友 知道這個布姿對不對 是誰 我去的布姿 布姿很美 非常美 大家心目中排名第一 但是他沒有巴黎偉大的 真的 沒有巴黎很大 就哪一個是第一 哪一個地方 布姿很美 大概 美麗路還很美 但是巴黎其實沒有很漂亮 我看過很多這些話 其實巴黎還好 但是巴黎它就是一個 偉大的城市 因為它被忍耐這些東西發生 有七八的統治是什麼 他也有七八的男人 這樣 這樣 很大 所以我講到去 好 不過你剛剛講到那個 公共性的問題 我覺得那個 那個恐懼還是 你有發現大家在明的時候 都是天黑 很少白天嘛 因為白天那個 那個很像這麼蠢 晚上就很像我們那個 好像翻牆出去 去做一些事情一樣 所以它比較有恐懼感 我在啦 對啊 所以剛剛 因為 因為在座有很多人都翻過去嘛 當然有差不多一半個人都 都曾經翻過我們 然後 所以 所以 這個經驗來說 不過它講那個恐懼是在 我記得 我記得 2013年 10月8號的時候 國昌找了五個人 要去 把他去佔名 潛伏那 就被 試過 所以只好去佔名總共府 總共府佔名 立法院 立法院也是 反正你去幾次 說 內政部立法院 去幾次 你就跟你同伴在一起 比如說 做人 哎呦要 要一起 其實就只是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太大 那 那個空間 其實它那個心理的改變 就開始轉變 其實對我 剛剛從 從國外回來台灣 2010年 我只能覺得台灣 就是還是一個大軍營 就是我們的建築物其實很軍營式的 就是很監獄式的 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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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們去看一下 很多都是這樣 還有老的學校裡面 太像兵營 軍營式的 他們的管理 是跟監獄差不多的 所以 那個 因為我覺得 恩宇講到很重要就是說 透過人的介入 讓我們 開始 改變了這個 對於這個建築物 或這個空間的 歷史的記憶 那這個 這個改變其實 我們就不會 只是被動的接受 都更的改變 那可能更也要採集了 這個觀念 那我們現在還有一點點時間 然後 十年左右結束 然後再開放幾個問題 給在座的朋友 好不好 兩個 一個 再來 還有 來 來 好 那我們就這兩個 來 我想問的是說 這是 因為像剛剛聽到之前有花園 或什麼的 所以說 到後來這些東西 它都 變成功功功前的話 它本來的性質 或它要各發出是 必須有 就是 基本上 應該要做一些什麼 改變 會讓它更適合 讓國工使用 因為它如果是一個 皇家私人 它的用途或是設計上面 但是 這可能會不會牽涉到 它會不會有破壞掉它的保證 或是它只能變成 單純的歷史的考究 或是單純的參觀而贏 我想要幫你帶來這裡 好 這個 可以 回這位 然後再來 我問你 我是想提供一個概念 給大家參考 一片土地的改變 它是因為人的使用方式改變 因為 任何的理念 它其實是隱藏著一個reuse 人要怎樣在這塊土地上去使用它 其實這才是一個重點 而我個人對一個國外特區的使用概念 我開著車 在它的 所謂的 總統府四周的道路上面 按個喇叭 從此改變了所謂的 那個區塊的交通管制 由原來的 憲兵管制的使用 變成 路燈式的管制 那最近我一個在突破就是 我騎著摩托車 它的 區域防衛的方式 改變了 它本來 我的騎著摩托車 是我騎在摩托車上面 用我的兩個腳去走 所以說它的警察沒有辦法靠近我 它拿我背著 那這是一個就是說 當我要所謂的說 人怎麼樣去改變一個社會 就是你要用什麼方式去 面對你的土地的使用 你有什麼權力展現出來 當然我們看到 這些很多所謂的 都市設計者 這些專家 他的規劃 我相信 他有一個 人要怎麼樣去使用 那個土地的方式 的概念 那這個巴黎 我看到了 從這樣的介紹裡面 我更能夠感受到 不同的時期 我相信 巴黎人 不管他是從 就是他的一個 共和的一個過程裡面 對人的在意 對他的土地的使用 我看到這是 這個巴黎給我一個 蠻可惠的方式 那我要強調就是說 你自己要怎麼去使用你的土地 你的權利有沒有 那這些是 你個人的表現 還是 有知識的 專家 來 呈現 好 好 那你呢 不過這個 你剛剛講的問題 當然是 人體有什麼 權利去使用 空間 那我們也可以 我覺得 有個題目 應該比較適合 更適合你在 問這個問題 下次我們可以講 一個 六八年的專家 如何佔領街道 設置路障 如何把那個大學的 那個門 弄起來 怎麼產生 那種佔領活動的那種方式 我覺得 7.6 6年 6八蛋 對 可能還有一些 如何在街頭上面做一些 表演 汽油蛋 不是汽油蛋 對啦 是汽油蛋 不是汽油蛋 像這個東西 它都跟空間有關係 但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大概是 比較是 制度上面的 改變 就是你不知不覺 就被這個空間 決定 還不真正的是 那個使用 那像這個問 第二個問題要請 歡迎來回答一下 我先回答第一 第一個問題 答案非常清楚 以前的皇家花園 跟現在不能大家說 我們最大最大的差異在於 如果你去看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 它其實就是一個東西 所以多了多椅子 非常非常多的椅子 在水池旁邊 在樹林底下 那椅子 都是你可以自己玩的 或者是你坐在草坪上 因為一些可愛的小羊子 的太太們 他們可能會坐在草坪上 那可是 你現在可以坐在那邊 你可以下太陽 可以看熊肉園 是一個 空間使用小羊子 最大的那一面 就是春天的還是什麼 春天的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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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下來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六勝部的春天嗎 你在裡面會有份桃花店 你知道嗎 我那個時候都會看到 那我們去的時期不一樣 現在的景象不一樣 不過對於第二個問題 我有一點點小小的事情 我先說一下 因為事實上 我覺得有一個事情 一直是寵物 一個城市的管理 就一個管理的管理 跟一個居民使用的管理 上面一直是寵物 都市的問題必須要被解決 而且必須要被技術解決 比如使用技術 工程技術來解決 但是 這個一定跟一般的居民使用 是有衝突的 那這個部分到底 等下可能跟你們會談 但是 這個中間的鬥爭 其實沒有 沒有結束 因為 如果你從一個 吃出官僚的觀點 你還是要解決 比如說 正常的自來水公民的問題 污水排放的問題 那你可能必須要為了一些 公共的利益 去解決掉 去犧牲掉某些利益 寫個人的利益 這些衝突一直都會存在 那如果沒有辦法 有一個大的結構 事實上 比如說 像過去 事實上 比如說 在巴黎 我們看到巴黎的早期的 那些中世紀的發展 它其實是一個 聚落 它所發展出來的面貌 如果沒有 歐斯曼的強力的介入 沒有 沒有犧牲掉那些人 的話 巴黎大概不會變成今天的巴黎 但是這個事情 你說誰好誰壞 如果從一個歷史 比較長遠的角度來看的話 可能歐斯曼是對的 可能 但是如果從 當時候被遷移的區域 或者是 被迫遷移的區域 或者是 他們權力受到損 迫害的 這些所有權力 他可能在 當下其實並不好 後來可能也很好 那我不曉得 這個中間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辯證拉扯的 關於這個 關於這個 空間跟權力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大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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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可以 我們可以看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 城市跟這個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墻 這個墻 這個元素的消長 是可以看得到 它提出很多這種 空間跟權力上的一些 轉變 或者關於這個 改變 強重的東西 作為一種 空間界定跟 分割 或者區隔的一種元素 它其實最簡單 最添加 最快速 但是也是最純操的方式 用在監獄 跑路在前牆 非常好用 抵達外套 就是放 跑出去 或者說保護自己 私有的恰恰 保護這個統治者等等 非常好用元素 但是你其實 剛才 我回說沒有特別掌握 其實都有過程到 都有點到 你可以仔細看 每個時期 它這個 空間上的轉變 什麼改造 或是 墻 墻元素 不到在過程當中 的一個過程 墻被拉掉 但是墻被拉掉 不代表說空間不需要界定 因為 一個是比較有效運作 你還是要 讓這個管理者 他能夠 掌握某些東西 某些東西是比較自由 某些東西是比較不自由 比較開放 或者是比較被管制 還是需要存在 但是 墻壁被拉掉之後 你需要用整個東西取代 你可能一開始是用 有落空氣的欄杆 或者說 你不要組合 或是說組合行動 不要組合視覺 或者你用高低差 或者你用採用這個 這個植栽 或者是某些 這個 接到下去的元素 或者是空間上的差異 它都可以有效的呈現出 這個兩個空間的差異 或者是不同的界定 那其實這個東西 就反映在 對於一個空間規劃者 設計者 跟這個 跟計劃者 他的 思考上的細密的地方 那我常常跟學生講 所以 我們在做這種事 也很簡單 就是你要分配 這麼大空間 怎麼分配 什麼樣做什麼 就這麼簡單 那你分配元素 其實說出來也沒有太多種 就是牆壁柱子 高低差 顏色 但怎麼樣搶到運用它 是一個非常複雜的 然後 其實我們可以 講到空間跟權力 權力其實可以把它 反映成兩個非常實質 人跟人有關 兩個非常實質 兩面相 一個就是 你可不可以在那邊行動 你可不可以過去 一個就是 你可不可以看得過去 你可不可以過去 你看得過去 就是一個是視覺 一個是行為 這兩個東西可以 可以涵蓋一切 空間上 跟人的感知有關的東西 幾乎可以涵蓋 用它來檢視 一切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 很犀利的權力 跟這個空間上的 不同的關係 然後當然談到這個 權力 我不是講到差一塊 差開 但是這個是我一個 這幾點不斷在想 我女人是沒有找到 很好的解答 會不會可以好好想看 就是 我現在常在談這個 保存 這個保存 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在意用的 補期或者是 這些保存的概念 一個是 我會來轉成證明 但是 當這兩個東西 不能在製作辦的話 因為我們過去 遇到很多時候 像這個 幾個 台北城 除了美衡之外 其他幾個都是被改革的 或是在 正當的程序下 我們支持 其他部分 台灣都應該有一樣的實態 然後我們 我們談到轉成證明 要檢視過去一些 不對的東西 把它矯正過來 原來就是我們 對於轉成證明 非常基本的定義 重新把它轉變 重新轉變 重新全適當的過去 這種情況下 又幫我把它過去 這是一個問題 像中正經驗卡 它這個東西就是 你在過去一個 極度一個不公平 不正義的情況下 產生那麼巨大的經驗性 來統治 產生那麼巨大的經驗性 那轉證 要我把它拆開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種裡面 是產生很多 很細膩的思考 因為一旦 所謂的 對任務或其他經驗 曾經掌握了權力之後 跟我把 那個統計者的階級 他創造去 把它脆平了 需不需要 還是有一個方式 然後當我們現在 也常用一些 就是二戰結束 末期 就是結束的時候 美軍對於這個 德國做的事情 來做個對比 我覺得這樣也完全正確 總算 就是把這個中一行 像是炸掉那個 那個 這個納粹大名 那個 那個集會場 把它炸掉 當然不能這樣直接炸掉 其實我覺得 我們台灣這個時候 面臨更多 更細的問題 怎麼樣 重新獲得權力之後 怎麼樣接觸到統計 統治面臨保障 統治面臨整個正義 這是個很複雜 我覺得還沒有答案 我覺得這是 大家 我們這一大早上去想的問題 然後再說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 這個科斯仔在看這個 台北205號 我覺得目前還年齡 超好 看不到什麼東西 但是我覺得大家 可以好好去看一下 就是聽那個網站 聽這個新聞 看到你是誰 我覺得這個是 會接到我們 未來的這個 幾十年的東西 大家要可以好好看一下 可以或是可以用 剛才提到這個權力 用到這個共同性的概念 去檢視 台北在做的這一切 不管是私務 或是公務 在做什麼 都可以去檢視 我剛剛講的那個 保存 跟轉型正義的部分 我大概 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有些轉型正義 它可能是 就像剛剛文理講 那個空間使用的部分 還有命名的部分 那如果我說今天你 放那個 蔣介石在那邊的話 你的名字是 不是叫重生紀念堂 是一個獨裁紀念館 對不對 獨裁者紀念館 你可能就改變了 那麼大的時候是 會讓你不適宜重慶 是看到那個獨裁的部分 它也是一個改變的方式 就是說 它有很多種 未來大家可能 要去思考的東西 它不見得是 進行破壞式的 剛剛那個人 是在講說 會進行破壞式的 那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大概很容易 會進入到 那種 後面來看 比如說 我們看到過去的成果 可能巴黎這個 過去的成果很好 到現在 當下 這個 情況 覺得好像現在巴黎不錯 所以 我們現在很難去判別 當時他做的對還是錯 可是有些事情 我們可以去確定的是 他當時做錯了一些事情 一定有做錯一些事情 因為他把一些人的 生存空間 取消掉 這個錯是可以被確定 然後 等到他後來呢 就是 我們常常會覺得 犧牲少數弱勢的人 去成就一個偉大的事業 所以這件事情是同一個邏輯 不管他再怎麼偉大 其實他那個偉大 都帶著血腥的 帶有暴力的 雖然 其實他是充滿所謂的 辯證性的 有一種辯真的理性 不管怎麼樣 但是必須要去承認 他有 帶有暴力性 有些什麼面臨以後未來的路根 那我覺得 維州講了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慣例者 跟使用者 是有很多衝突的 那這個如果說 有衝突的時候 我們大家可能要準備好 要跟那個 台北市長 柯文哲 以後產生某些衝突 這也可能是一個歷史的必然 我當然我也不知道 這個 這會不會發生 但是 有些事是因為 使用者 有使用者的 權利 但是在 管理者 有管理者的考量 那這個裡面 其實它是充滿一種 進 進合時間的關係 那今天 哲學心取得到這裡 謝謝大家 今天就到這邊